城市教育在全球掀起热潮 因此崇光盛区大学特别推动Coding未来世代大手牵小手计划 与华泛大学还有景文科大合作 培训Coding种子教练 为了这些种子教练将会陆续进驻学校 教导学童城市编码 将资讯教育向下砸根 将城市语言转换成游戏 同学们借由玩这套抢击大赛 就可以了解Coding的运算思维 这套不插电的Coding游戏 不需要电脑 也能让小朋友轻轻松松认识Coding 由于城市教育越来越重要 为了向下扎根 崇光社区大学与华泛大学 检文科技大学合作 推动Coding未来世代编码中的奇幻国度 大手牵小手计划 培训种子教练 11号特别邀请新北市教育局局长林一华 新北市议员陈一军 为学员颁发解业证书 让我们的大学生 学得了Coding教练的资格 取得这样的资格 然后让大手牵小手 到小学到国中 去教我们的孩子的话 那这样的话才是真正让台湾 虽然我们已经不是电脑 硬体的制造大国 但是我们在城市设计上面 城市设计的运用太广太广了 所以在这一块 我们才不会落后 Coding这个部分 变成一个应该要是具备的一个能力 就变成要具备这样的能力 那也许不一定是你自己 就是去当一个所谓的城市 写城市的人 可是你起码要知道 整个逻辑推演是怎么样 新北市议员陈一军表示 Coding的推广 如果可以透过产观学 携手合作 将可以提升新北学子 城市设计软实力与竞争力 我们呢 就是不能单打独斗 我们应该大家把资源整合起来 台湾岛就这么小 对不对 我们应该让我们台湾强大 那台湾强大 我们可以在科技这一块呢 强大 所以我想大手牵小手 这样的策略联盟很重要 这次的大手牵小手计划 首先将以实定国小为出发点 实定国小校长为迁你指出 不仅在国小阶段 还要将Coding延伸到幼儿园 课纲已经把这样的一个 城市语言的课程 它是放在我们的 的课程领域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呢 走在前面 它绝对一定是 让我们的孩子 它更早具备有将来的竞争力 全球先起一股城市设计的 教育浪潮 在台湾 师子的培训与推广刻不容换 崇光社大也期待 Coding大手牵小手计划 未来能够在新北遍地开花 记者成品 张门奇 新店财宝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